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喜剧片《有希望的男人》 讲的是自家岳父携女婿出轨来挽救婚姻的故事 男主晓德是一个老实人 可是他努力维持的婚姻却开始有了危机 就连大人活动也只是为了生个孩子 相反,岳父岳母年过六旬却依然恩爱 看着自家女儿的婚姻摇摇欲坠 于是岳父出手传授 经营婚姻的终极秘诀啊,就是出轨 还带他见识了自己的小情人小洛 随后岳父借走他的衣服,来了个借花献佛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小洛主动找上门来还外套 这一次小德没把持住,与其上演了一场大戏 可晚上回到家,妻子却发现了他口袋里的内裤 小德为了保命,就把岳父借衣服的事情给说出来了 不过岳父并未因此怪罪小德 还将自己多年的战果展示给小德砍 与此同时,岳母也在和妻子分享如何揣着明白装糊涂 因为啊,他自己也出轨了,这样互不相欠 第二天岳母正高兴收到愧疚的礼物名牌包包时 却意外发生车祸去世了 岳父开始收心,做个安分的人 这边的小德却陷进了小洛的温柔箱里 没想到却因此找回了活力,将病危的餐厅给经营得风风火火 和妻子也慢慢有了激情 却不成想,小洛主动来到小德的餐厅当起了服务员 还照顾起岳父的生活起居 妻子因为慢慢感受到了小德的回归 也觉得啊,应该结束与男服务生的关系了 没想到啊,原来妻子也出轨了 此时的小德也选择和小洛不再来往 影片的最后,小德制造了一场浪漫 准备与妻子重新开始 妻子也告知自己已经怀上了爱的结晶 看完之后啊,只想知道 爱情的定义在他们眼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当然了,电影看看就好 各位可千万别模仿啊 最后呢,有个不成熟的建议 各位看完点个赞再走呗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